哈喽,大家好,我是老汤 这周大盘跌得非常猛,很多科技股都跌了不少 特别是前段时间的强势股,例如我们今天要讲到的ASML 阿斯麦在过去一周被刷估值了,从高点跌了超过17% 股价涨太多了,估值过高了,自然就会有估值大修正的风险 然而,今天741块钱的阿斯麦跟一两周前的895块钱的阿斯麦的基本面是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的 变得只有股价和估值 因此作为理性的长期投资人,我们还是要保持理智 只要一只股票的基本面没有变差,仓位控制得好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因为股价的短期下跌而感到恐慌和焦虑 反而我们应该感到激动才对 因为我们未来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买入这些优质股 投资一定要乐观,因为股市短期涨涨跌跌是很正常的 同时最近也有很多其他的好股票,也终于开始给建仓机会了 大家要知道,不管是在任何的时期,机会都是跌出来的 回调时期的氛围肯定是不好的,让人感觉不舒服的 因为如果氛围好,那就不叫回调了 我们一直期待的回调就是这个样子的 每一次的回调我们都应该好好珍惜 股市短期的下跌都是建立仓位的好机会 因为等到氛围都好起来了,问题都解决了的时候 股价也早已回到高位了,毕竟股市都是提前反映未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阿斯麦最新的基本面情况 来看看在未来可能会继续下跌的日子里 阿斯麦适不适合抄底 阿斯麦的支撑位又会在哪里 和像阿斯麦这种前段时间的强势股 会不会在未来出现横盘或者风水轮流转的情况 以上的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都会来一一解答 同时我们也会来看一下阿斯麦在Investor Day上 给我们提供的科技行业预测和数据 今天我们也会来看一下大盘和我未来的计划 视频的最后我们也会来看一下 我的大号这周都做了些什么操作 同时也来看看M1定投账户和微牛成长股账户这周表现如何 当然了,这整个视频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不是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 大家一定要独立思考 那我们开始吧 对了,如果还没有领取免费投资大礼包的朋友们 现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描述栏里的链接免费领取哦 里面有很多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大礼包 例如ETF大礼包 K线教学大礼包和指标代码大礼包等等了 以后我们还会往里面添加更多的其他大礼包 希望能给大家的投资旅途带来一点帮助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正式的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首先再讲到阿斯麦的估值 为什么跌了这么多和支撑位在哪里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阿斯麦的最新基本面的信息 因为决定要不要建成一只股票的最大前提是 它的基本面要足够优秀 其次才是寻找合适的估值和看它的技术面 因为基本面决定了一只股票的股价长期动力和趋势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更新一下阿斯麦的基本面情况 这周三是阿斯麦的Investor Day 这一个Investor Day大概2-3年会举办一次 上两次是在2018年和2016年 在每一次的Investor Day上 阿斯麦都会给出未来5-10年的展望和持影 展示它们的最新技术和系统性能 提供半导体行业的科技发展趋势 预测和数据等等 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吸收一下 这一次Investor Day给我们带来的关键信息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阿斯麦对未来的最新展望 在这一次的Investor Day上 阿斯麦认为半导体在未来10年的需期会持续地保持强势 因此它们提高了2025年的营收指引 从之前的173.8亿到278.1亿美元 提升到了现在的280亿到350亿美元 也就是平均上调了40%以上 这么大幅度的上调是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 阿斯麦并不知道疫情会发生 因此当年没有算进疫情的这个催化剂 也就导致了这一次的指引提升了特别多 看到这里可能有小伙伴会问 这一次的疫情会不会是一次性的催化剂呢 根据阿斯麦给出的答案 这一次的疫情并不是一次性的催化剂 而是会让半导体未来10年的增长提高一个台阶 阿斯麦预计它们在2020年到2030年的10年的营收年复和增长率 会有11% 11%的10年年复和增长率可能对于小成长股来说并不多 但是对于阿斯麦来说 未来10年能有11%的营收年复和增长率其实很不错了 因为从过去2010年到2018年的这8年的营收年复和增长率 我们可以看到是12% 而这8年属于阿斯麦的早期高速成长期 然而尽管未来10年的基数更大了 阿斯麦未来10年的营收还是能预计做到11%的年复和增长率 就足以说明了疫情这个催化剂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会持续地提高阿斯麦未来10年的业绩 还有就是半导体终端市场 例如智能手机、电子产品、个人计算机、无线基础设施、服务器等等 全部加在一起的未来5年的平均年增长预估会有7.4% 而阿斯麦预估的业绩增长是大大超过半导体终端市场的增长率的 最重要的是这预期包含了半导体周期性的问题 同时阿斯麦给过的预期一直都是比较保守的 这家公司的实际业绩几乎年年都是超过指引和预期的 还有就是半导体行业长期经常低估终端市场的需求 所以阿斯麦在未来10年的营收和实际的年复和增长率 大概率要高过这11%的预期了 当然了,公司再好估值也要对才行 这也正是这一次阿斯麦大幅回调的主要原因 阿斯麦在回调前的估值非常高 在之前股价最高点的时候 阿斯麦的市盈率曾高达64倍 而上一次阿斯麦的估值被修正的时候 也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 阿斯麦的市盈率当时也曾高达64倍 虽然现在阿斯麦的估值已经被烧了一波了 但是现在的54倍的市盈率还是很高的 然而要注意的是 去年3月份因为疫情崩盘的时候 阿斯麦的市盈率最低也只到过31倍 这还是在美联储大放水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经过美联储一轮的大放水和半导体行业的业绩爆发后 目前阿斯麦比较合理的市盈率 我认为是在43倍到48倍之间 如果能达到40倍以下 那肯定是最美滋滋的 毕竟大家不要忘了 年标普500目前的市盈率也高达34倍了 可见市场是有很大的水分在里面的 所以短期的估值标准跟过去是有点不同的 不过确实对于成熟的硬件公司来说 哪怕是现在大放水的时期 就算是掉到了48倍的市盈率依然还是很贵的 但是阿斯麦并不是一家普通的硬件公司 他们在2021年第二季度的毛利率高达50.9% 阿斯麦预估2025年的毛利率会达到54%到56%的水平 一般的硬件公司是没有这样的毛利率的 之所以阿斯麦的毛利率能如此高 是因为他们所在的行业是芯片行业 卖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光刻机 同时他们最先进的技术平台EUV光刻没有竞争对手 没有竞争对手这一点就足以让市场给他们额外溢价的估值了 除此以外,阿斯麦的EPS在过去10年的年负荷增长率高达14% 说明了他们的盈利和回购能力很强 也是他们股价和估值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在今年第二季度,他们的软件升级管理的营收占了总营收的28% 软件升级和维护管理的毛利率要比他们的光刻机还要高的 而且一台DUV一升的软件升级管理费是机子本身售价的130% 软件升级管理能延长光刻机的寿命 降低芯片制作成本,提高利用率和产能 因此阿斯麦本身并不是一家普通的纯硬件公司 阿斯麦有三成的业务是软硬件升级和系统维护管理 所以市场给它的估值也自然会比普通的纯硬件公司要高一些的 最关键的是阿斯麦目前没有竞争对手 阿斯麦在未来10年内也几乎不会遇到什么像样的对手 加上世界上只有一家阿斯麦 所以市场才会一直给阿斯麦溢价的估值 然而在这一次的回调前 64倍的市盈率是真的很贵 这一次市盈率被杀到54倍也是正常的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 阿斯麦是在28号开始破位大跌的 这正是29号的Investor Day的前一天 很明显阿斯麦之前涨这么凶 也是因为提前Price In了9月29号Investor Day的指引和展望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Selden News 毕竟分析师早已预估阿斯麦未来5年的营收指引会有330亿美元 所以阿斯麦这一次在Investor Day上提高指引是在预料之内 不过回调是一个健康的现象 回调启动后市场可以重新的为阿斯麦正确定价 目前我觉得阿斯麦比较好的价格是在670块到710块之间 也是估值比较合理的区域 在710块会开始看到比较有力的支撑 所以现在开始建一个小仓 观察一下问题不大 毕竟阿斯麦如果想看到710块或以下 也需要大盘回调的配合 但是如果想大力认真加仓的话 我觉得现在还可以再等等 至少看到710块的时候 再考虑开始认真加仓 会安全一些 然后670块会是下一个比较强势的支撑位 这两个点位更适合认真的加仓 然而想抄底阿斯麦的小伙伴需要注意一件事情 那就是阿斯麦被杀估值后 他的上涨惯性和动力可能会被打破 因此想入场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短期备套 和股价横盘的心理准备 因为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这也包括了其他前段时间的强势股 如果你想一买就涨的话 那么阿斯麦目前可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我个人是不介意他横盘的 能看到他回调我个人是蛮开心的 至少我不用再担心追高被杀估值的风险 也能放心的开始建长线仓位 不过说到估值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在上一次的PATH的视频里 我说PATH的合理失效率大约在30到35倍之间 而如今PATH已经跌到了35.49倍的失效率了 最近大盘回调 PATH也明显不怎么跌了 因为估值开始进入了合理的区间了 所以阿斯麦也一样 只要等到估值修正了 估值进入了合理区间 股价自然就会开始盘整 以后也会慢慢的好起来 因此大家不用太担心 只要耐心等待就好了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 阿斯麦在9月份的回购平均价格是731欧元 换算成美金是846块钱 也就是阿斯麦在他们的股东大会回调之前 以平均846块钱买入了超过100多万股 价值约9亿美元的阿斯麦股票 阿斯麦也基本上每个月都在定投他们自己家的股票 也就意味着阿斯麦最后一次回购买在了846块钱的山顶 因此老股东们也不必太焦虑 股票短期有起伏是很正常的 还有阿斯麦的回购或者定投自己公司的金额 每一年都在持续的增加 2021年后 预计每年的回购规模会达到过100亿美元 加上阿斯麦的基本面优秀 业绩增长良好 没有什么竞争对手 和护城河极高 因此长期阿斯麦的股价很难不涨 回归正体 阿斯麦的Investor Day除了给了我们业绩的指引以外 阿斯麦同时也展示了他们目前和未来的技术 和性能成本效率的优势等等 他们家的光科技和技术有多强悍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直接的来看一下 阿斯麦在Investor Day上 给我们的一些有趣的科技发展趋势 预测和数据 看一下这些预测能够对我们的其他投资 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和参考意义 第一个就是 Intel 英伟达 AMD和阿斯麦都认为 未来科技的五个主要发展赛道是 云端 5G 人工智能 边缘计算 游戏 模拟 和专业可视化 各位小伙伴可以看看自己 有没有对这些潜力赛道进行布局 说到5G 阿斯麦认为目前5G只是刚开始而已 到2026年 5G的基础设施投入预估会高达1500亿美元 到2030年 5G的基础设施投入预估会高达2500亿美元 意味着未来5到10年后 5G的普及度会很高 终端设备方面 目前大约有400亿台设备在被使用 也就是平均每一个人使用着5台设备 到2030年的时候 这个数字预估会增长到3500亿台 也就是预估平均每人会持有41台设备 是今天的8倍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 人类在未来只会越来越依赖电子设备 也就意味着我们对芯片的长期需求 只会持续增加 因此科技公司会持续地主导着 未来的世界经济的发展 半导体供应链方面 最近越来越多国家投入巨资 去尝试自己做晶圆代工 这么做的后果肯定会提高芯片的成本和降低效率等问题 不过对于阿斯麦这种卖光科技的公司来说 别人投入的越多 阿斯麦赚的就越多 最后 未来10年的整体半导体销量预估会持续保持上涨趋势 在2030年预估会从现在的5000多亿涨到1万亿美元 晶圆制造设备的销量也预估会从现在的700亿 涨到2023年的1500亿美元 也就是10年后半导体和晶圆制造设备市场预计会翻一翻 环保方面 阿斯麦预估到2040年他们能够做到近零碳排放 除了CDP的评价以外 他们的ESG 也就是环境 社会 与企业管理的评分都非常高的 这些都是现代优质企业必须具备的条件 因此从各个角度去分析阿斯麦的基本面都找不到什么大毛病 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开头说的 那就是估值短期有点过高了 如果阿斯麦的估值能够回到48倍市盈率或者更低 股价能够达到670块到710块的区域之间 那我是会考虑开始认真加仓阿斯麦的 最近买入阿斯麦也要做好短期买后被套和横盘的心理准备 因为每一次在股市大调整后都有可能会出现风水轮流状 也就是之前强势股转弱 弱势股转强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是短线交易者的话 那目前阿斯麦是不适合右侧交易做多的 阿斯麦目前更多是等它跌到合理的估值范围 然后再慢慢的分批左侧键长线仓位 视频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大号这周都做了些什么操作 同时也来看一下M1定投账户和微牛成长股账户这周表现如何 这周大盘继续回调了 微牛成长股账户也跳水了 盈利回到了3057块钱 股票价值有36461 现金还有3594 这周我往微牛成长股账户充值了15000美元的现金 大概下周会到账 充值后微牛成长股的现金大约会有14100块 我充值的原因是因为目前微牛账户的每月500块的定投 撑不住目前微牛账户的资产面值了 因此我才决定了充值来增加操作空间 同时也是因为最近有很多好股票开始给加仓机会了 这周我的M1定投账户也下跌了 目前账户浮亏2%左右 右边的三张小图是M1定投组合的不同时间段的走势 这周我的大号加仓了5股IGV 平均在408块钱 微牛成长股账户加仓了1.35股的IGV 平均在407块3毛6 也加仓了0.7股的QQQM 在148块9毛2 和开仓了0.95股的ASML 平均在766 我的微牛成长股账户只是开了一个阿斯麦的小仓来观察 我会开始认证加仓的价格就是我刚刚视频里说的 710块和670块 最后我的M1定投账户这周回调的时候 为10月份定投了3000美元 这周我的所有加仓都是比较保守的 加仓的金额也不是很大 因为大盘还没有回调到我觉得特别香的价位 目前M1定投账户的本金有12,030 那以上就是我的微牛成长股账户的目前仓位情况 和我的M1定投账户的目前仓位情况 这周大盘回调的还挺给力的 周五的时候纳指曾一度跌破了14400点和120均线的支撑 然而盘中的时候还是收回去了 多头很给力,插了一根针 插针意味着这支撑有一定的强度 同时也意味着大盘有可能会开始反弹或者反转 要注意这不是100%的 只是大盘目前具备了反弹的条件 至少要比周二、周三和周四这种初出的鹰半强很多 如果纳指反弹了 那么60均线会是一个阻力位 如果下周继续下跌的话 纳指在14200点和13900点会是两个比较有力的支撑 只要这两个支撑不被跌破 年底大盘还是有希望看到高点的 我个人也会在这两个位置继续加仓一点 但如果纳指跌破了13900点 那我们就直接见13600点 甚至有可能见到13000点 也就是所谓的大回调了 不过我个人还是挺乐观的 我觉得这次纳指至少在14200点或者13900点 就会出现一个给力的反弹 因为美股目前不至于这么弱 然而现在的股市水分确实有 高估值的股票大家还是尽量避免 因为现在很容易动不动去杀估值 特别是在目前的宏观环境下 所以大家要注意安全了 尽量不要去追高和手上保持点现金 等到股票到了合理的估值后 再好好地加仓 如果想学习更多关于股票知识 我们现在有会员福利 每个月只需要2块9毛9就能解锁5个会员大福利 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福利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加入按钮 或者点击视频底下描述栏里面的会员加入链接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陪伴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在群里见 好的视频就到这了 以上内容都是我的个人观点 不是投资建议 投资有负险 大家要独立思考 如果喜欢这一期视频朋友请订阅一下 点个赞和分享 如果不小心锁滑了 点到这个小铃铛那就更棒了 这样下次有新视频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感谢大家观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